午夜拍案惊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许丽阳的祖父就曾是摩金校尉和自己是同行 我站起身 在房中来回走了几步 我盯着第二层石匣上的石画 实在是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这预言不是幻觉而是真的 那么如果不杀掉一个人就打开第二层石匣 恶鬼马上就会现身杀死其余所有的人 我感觉现在比踩着地雷还难受 踩上地雷了 大不了把自己炸死 这个预言是真是假 可关系到四条人命 我实在是难以选择 陈教授疯了 雪丽阳又有点让人怀疑 我只能跟胖子商量了 我把我的推断都告诉了他 我明明知道他不可能帮上什么忙 但还是希望找一个人分担一下我肩头的压力 胖子听了之后 点了点头 哦 是这么回事啊 哎呦我明白了 哎呦 你啊 你是担心 咱们还处在那狗尾巴花造出那个假象当中 是不是啊 哎 你早跟我说呀 就这么劈打点事不是吧 立马给你解决了 我非常奇怪 胖子 你能够分辨出来 哎 胖子 这个事可是非同儿戏 可不是闹着玩的 胖子 一招其错 咱们可就满盘皆说啊 啊 胖子没说话 然后他抬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 他出手很快 我没有防备 给打了个正着 我脸上火啦啦的疼 我正要发作 却听着胖子说 怎么样 疼吗 疼 还是不疼 我柔着我脸说 哎呀 哎呀 那娘的儿子打老子你啊 你反了你了 还疼不疼 我打你一巴掌试试 啊 你就知道疼不疼了 可话一说完 马上想到了 对了 要是能感觉到疼 那就不是身处幻觉之中 看来我们并没有被那尸香魔玉所控制 我转回身 想再去逼问雪丽扬 一眼看到 在石匣的第二层上的石画 产生了变化 我连忙过去仔细地看 却见那三幅石画 在慢慢地 慢慢地 模糊 模糊 然后消失不见了 只剩下 空白的一只小石匣子 石匣子上有盖子 封着牛皮漆 是为了长期保存里面的贵重品 再看第一层石匣子上的石匣子上的石画 最后 最后仍然是画有四个人打开第一层石匣子的石画 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是有真有假 我把胖子拉过来 让他看第二层石匣上有什么 胖子说 不不不不就还是那那三幅石画嘛 我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 你再看看 那还有石画嘛 胖子 胖子捂着脸说 现在 现在没有了 他妈的 真是他们活见鬼了 我看看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他说完了 伸手就把第二层石匣给拉开了 我非常吃惊地说 你手也太快了 我让你看一眼 没让你干别的 然而 在第二层石匣打开之后 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四个人都好断断的 并没有发生什么 恶鬼杀人的事件 凭我的经验来推测 我们刚才确实是被 尸香魔玉控制住了视觉 这株魔花的力量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估计 它并不是只能在 鬼洞的石梁上 才能制造幻觉的 当时 我是想冲过石梁 去营救萨迪鹏 然后就落入了 他的幻觉的陷阱 然后胖子和雪梨羊 又把我救回来 那个时候 我回头看了一眼 石匣魔玉 原本闭合在一起的花瓣 全都张开 而且正对着我们 从那个时候起 石像魔玉的幻觉的范围 就扩大了 我们的探照灯熄灭之后 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黑蛇 按照当时的情况判断 我们五个人 两个走不动 在蛇群的围攻之下 竟然没有人被蛇咬到 这实在是奇迹 现在看来 那些蛇 其实 也都是虚假的幻想了 蛇羊魔玉制造出 这么多黑蛇攻击的假象 是想把我们逼进 山体的缝里边 让我们自己把自己活埋 可是没想到 我们在裂缝中 越逃越远 无意中却逃进了 先知的墓穴 这个石墨花虽然厉害 但是它控制的范围 毕竟有限 它离我们太远了 已经没法制造 太强大的幻想了 于是 它就改变了 结构最简单的石画 用它来诱惑我们 自相残伤 而且 这个石墨花虽的可怕之处 就在于 它绝不是通过人的无感 来制造幻觉的 只要你看过它一眼 记住了它那妖艳的颜色 在一定的距离内 都会被它迷惑 只是距离越远 这种幻觉的力量 就越小了 即使最后活下了一两个人 也会因为 亲手杀了自己的同伴 而精神崩溃的 那么 精觉女王的秘密 就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 真带毒啊 这个时候 胖子已经把第二只石下中的东西 取出来了 那是一本 羊皮制成的古书 我估计 先知的启示 以及失落的精觉古国和鬼动的秘密 都在这本树里了 我正要瞧瞧这个羊皮册中有些什么 却想起来 雪里羊还被绑着 给撂在地上呢 我就把羊皮册放下 准备把它解开 虽然 他梦中反复梦见鬼动这件事 七桥一长 但是他应该不会是被恶灵附体的 或者妖怪女王转世 哎呀 现在这么对待他 那实在是 有点太过分了 雪里羊被捆翻在地 他脸上蹭了不少的灰土 再加上他的眼泪 那个脸 就跟精具的大花脸也差不多了 他见我靠近 便生气地说 死老虎 你快把我解开呀 我把事情的经过对他说了一遍 一咬牙 也打了他一个耳光 然后 把困住他双手的皮带解开了 我说 我 我这也是 没办法才出此下策 你 要不你 你打我两下 你 你随便打 说完我就侧过头 等着雪里羊动手 打我的耳瓜子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估计他 不打掉我几颗门牙 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没想到雪里羊 他擦了擦脸上的灰尘 没动手打我 他只是说 现在我不想跟你计较 这笔账以后再算 先想办法脱身要紧 雪里羊 取出随身便携袋里的一个小盒子 里面是个小小的药丸 他打开后 在自己的鼻子前吸了一下 又递给了我两片 让我跟胖子也分别闻一闻 雪里羊说 这是一种高浓度的提炼的酒精 这种东西气味强烈 能够通过鼻黏膜刺激大脑神经的前夜 使人头脑保持清醒 可以用来辅助戒毒 抵消毒瘾 国外探险家去野外的时候 都会带上几粒 以防万一 在饥饿疲劳的极限 可以刺激脑神经 不至于昏迷 但是 在短时间内不能多用 否则就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 以至于对魔花的幻觉 惯不惯用 那我可就不得而知了 我想 这个尸香魔玉是通过五感 来使人产生幻觉的 而这些幻象都来自大脑中收 雪里羊的这种刺激性的药物 应该多少能起到一些 克制幻觉的作用吧 我给了胖子一颗 自己也打开 马上我对准鼻子一吸 一股奇臭难闻的气息 冲进了鼻腔 呛得我连声咳嗽 不过 随即觉得 原本发沉的头脑 却轻松了许多 十分舒服 我说 有这种好东西啊 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啊 要是在石梁上给我们几粒 早就把那株药花 我把它连根就给它拔了 也不至于咱们现在 给埋在这儿 进退两难呢 雪里羊说 当时你从石梁上跑回来 说出原由 我们才知道 石香魔语会使人上了石梁以后 产生幻觉 随后呢 我们就遭到了无数黑蛇的袭击 只不过那么短短的几分钟 更不知道那些蛇也是魔花制造出来的幻想 另外 我看见那些 诗香魔语啊 也不会那么简单 它有一种直指人心的魔力 要是离得太近 我想这种药物 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的 进入先生墓穴的五个人 只有陈 叶 二人深知不清 一个是受了刺激 另一个是昏迷不醒 现在呢 叶以新已经死了 陈教授疯疯癫癫 他不会被石香魔语迷惑了 他的样子让我们联想到之前曾进入过 惊绝古城遗迹的英国探险队 那支探险队唯一的幸存者是个疯子 他肯定也是见到了他的同伴们自相残杀的惨状 受了过度的刺激 而陈教授 则是由于在一天之内 心情大起大落 先是伤心驻守好爱国之死 又在惊绝遗迹中 找到了一个又惊又喜的重大的发现 突然他又见到了自己的两个学生惨死了 这样的大喜大悲 死人花啊 他还真有两下子 还好啊 咱们之间呢 亲密团结 这才不至于中了他的离间之计 没有出现自相残杀的惨剧 现在想想还真后怕呀 不过 总算是先圣保佑啊 没有酿成大错啊 雪丽阳忽然把脸一沉爽 胡八一 胡八一啊 你也太奸华了吧 你把自己的过错推得一干二净 你知道我有多心愿你 可是你不仅骗我 不通我讲实话 还怀疑我是 是 是妖怪 啊 你没有想过 我是什么感受吗 你知道 被你们两个坏蛋 像绑牲口一样的给绑住 等着你们的审问和宰杀 是什么感受吗 我捂着脑袋说 我说不好不好 我头疼了 我头疼了 我得先坐下休息一会儿 我说胖啊 你赶快拿那本先生的羊皮册子 给杨大小姐干 有没有什么脱困的粮册呀 说完了 我姐姐溜到了陈教授的旁边 再也不敢和雪梨阳说话了 还好 这个雪梨阳 毕竟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女人 她见我溜开了 也就不再追究了 她端起了先生的羊皮骨侧 一页一页一页的翻看 我暗暗叫苦 哎呀 以这个雪梨阳的个性 她以后肯定饶不了我 今天的事可是做绝了 还死了这么多人 我跟胖子这笔辛苦签啊 肯定是泡汤了 哎 那的 俺老胡 怎么如此的命苦呢 这喝口凉水都塞啊 我又好奇 那本古册中有什么内容啊 见雪梨阳的神色 一脸的凝重 瞧不出来是喜还是忧 先生既然能够预见到 我们会来到他的墓穴 并且打开石峡 那么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一些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呢 我再也按捺不住了 我说 哎 这 这小孩子先生的书中 是什么内容啊 雪梨阳 手捧着羊皮骨册 边看边说 都是先生画的图画 似乎有很多的 关于鬼洞的内容 我呀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回什么鬼洞了 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出路 但是又不好催促 雪梨阳 我只能耐着性子听他说 雪梨阳说 从头看呢 才能搞清楚 来龙 去脉 否则 最后的图画 未必能够解读出来 那 这开头的部分是讲 古西域 有一座神山 也就是咱们现在所处的 扎格拉玛山 这座山 四周河道密布 动植物繁多 这里居住着四个部落 我跟胖子对看了一眼 心里说 这美国牛还要从头开始讲啊 这真够急人的呀 我们俩心急如焚 我们就想赶紧知道 怎么才能离开这窄小压抑的墓室 然而却都不敢开口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我们急的是 是坐立不安